早前一名報稱沒有長期病的42歲母肺女患者 懷疑因為體內出現細胞因子風暴 令病情急轉直下最終離世 究竟什麼是細胞因子風暴呢? 母肺病毒屬於冠狀病毒的一種 患者感染之後免疫系統會受刺激 製造大量的免疫因子 但如果免疫反應過激和失控 就會攻擊自身甚至產生風暴效應 病毒有更大機會攻入血管 擴大嚴徵範圍 類固醇可以抑制免疫系統 以防這一類的情況出現 不過當年不少SARS的康復者 正正就是因為長期使用類固醇 抑制血液流向骨頭出現骨膚的後遺症 今次醫母肺會不會出現相同的問題呢? 當年SARS用的女股醇的劑量是大 現在在用很多 因為她用的劑量相對來說是中度 還有10天左右 所以一般來說 骨膚的情況就應該不是這麼嚴重的 旅股醇的主要作用是會抑制免疫系統 變成了有可能會令到分農疫系統對付病毒的能力下降 還有一些輕微的副作用 可能會壓不少高 或者是血糖不高 或者是有些電解質的平衡量況出現 會視乎病的嚴重程度和疾病的階段是怎樣 如果她進入一個比較嚴重的情況 特別是一個因子風暴的一個階段 那除了要用抗病毒藥物 其實就可能要用類固醇 去抑制一些過度裡面的反應 一個年輕患者懷疑因為細胞因子風暴這個陌生的名而離世 令不少人都嚇破膽 林醫生說這一類的情況 通常出現在年長的人士 尤其是免疫系統一般的人身上 可能出現這個機會反而是大一點的 當然年輕的或者亦都可以視乎各種情況 當然年輕的或者亦都可以視乎各種情況